因为咸鱼的旁边已经闻到 因为我们也经过多年训练 我们把最后的小小匙拔起来 猩猩,这是什么?是木头吗? 看真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又是星星,跟大家分享一下 星星,拿着木头来做什么? 看真一点 不是木头来的 做了一个视频叫做炸鲜鱼 就是用这块鲜鱼 这块是什么鲜鱼呢? 这块叫做鲜胶鱼 这块鲜鱼是属于梅香咸鱼 既然咸鱼吹那么久 到底你今天有什么做呢? 今天就真的有东西做了 鲜鱼 鲜鱼 时间关系切碎了 有些葱白 这些是什么? 酸茸 干葱茸 有些葱花 这些是什么? 这些就是我之前炸鲜鱼 干身的鲜鱼 现在把鲜鱼 炸鱼 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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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淡盐水浸豆腐的作用是什么呢? 浸的作用是将豆腐里面的水分和味道逼出来 现在浸几分钟 接下来炒鸡粒 这些是什么鸡粒呢? 我在鸡腿肉里起了鸡丁 然后用豆腐粉糖和少许油 搅拌它,备用 浸泡了2-3分钟之后,我们就要改了一粒粒 那位网友在家就不要学我这样改 因为我们都经过多年训练 那我们就改了一粒粒 然后再浸浸浸,浸淋浸浸前洗一洗去 洗淋的盐水就好了 最后要补干净所有的盐味 现在我们去隔离煮到瓶水 煮这个菜虽然有那么多材料,其实也很快 我们现在先调味汁 这是什么来的? 是砂糖来的 砂糖我们差不多放到一个茶匙 少许胡椒粉 老抽 老抽放多少? 差不多放到一个汤匙 露油和蚝油放到一个汤匙 然后生抽 生抽药物一个茶匙都差不多 第一步要做些什么呢? 再煎鸡 现在我们先下鸡煎 放下去,不要动它 煎30秒 我们期间要保持大火 煎了30秒 然后放在另一边 我们继续煎通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先复起它 下一步 下一步有什么要做呢? 豆腐 把豆腐煎一煎 目的都是要煎一煎香 它的豆腐 这个菜再回锅就很快 煎了30分钟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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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慢慢煎一煎一煎香 这些生的咸鱼 味道 就咸鲜和霸道 熟的咸鱼就咸香 炸香 就是咸香的 咸鱼大约煎了一分钟 那什么意思 现在已经可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咸鱼旁边的咸鱼也能聞到 这段时间 加上蒜蓉、干葱和葱 和葱鱼 然后慢慢炸香 咸鱼和鱼鱼一爆到 三条街后都闻到 那我们将它更加香 会怎样呢? 灒点酒 大家看到它的效果 这段时间 我们将刚才 包括 和鸡粒 回锅 慢慢 将鱼鱼和咸鱼的味 收一收入 这段时间 我们加水 加多少 不用太多 这样好吃 我们 加上刚才的调味料 现在 慢慢等它 炆煮一下 慢慢炆煮一下 慢慢炆煮一下 不要太大力 因为鸡丁煎熟的时候 炆煮一下 生粉 所以这个煮得很快 到这段时间 加上葱花 加上咸葱 和鱼鱼鱼煎油 冰菜 完成了 之前加上麻芽 使它更香 现在抹起去 将最后的蟹下一部分 就抹起了 完成了 好,今天這個鹹魚雞粒煮豆腐 這樣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喜歡吃鹹魚的網友 給我一個讚好,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分享一下這個菜 多謝大家收看,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